今天周是有场晚宴 这就是你当我保镖的第一场考验 你不是力学大吗 帮我打开他 什么 你没事吧 我实话跟你说吧 我爷爷留了份遗嘱 但他现在被我叔叔藏起来了 那我也打不开这个保险箱呀 我看到过你迫害公司储物柜的视频 这个你应该也可以吧 啊好好好 那你把它搬走总没什么问题吧 也就七八十斤 你门都能踹开 这个也就 我是力气大 但也没大到这种程度吧 周琳你这么笨 还怎么想抢回公司啊 是非 周琳你在干什么 好啊 你居然敢偷我东西 我只是误闯 各位股东看到了没有 我将周琳调到份公司 不是因为我想占有公司的财产 而是他 他自己不争气 都偷到他叔叔我的头上来了 老董事长亲自教导 怎么教出这么个败家玩意儿 就是啊 周琳你真是辜负了你爷爷对你的期望 今天我就要报警 为周家铲除祸害 你也别怪你叔叔我狠心 叔叔我这也是想让你好好做人的 哎呀周琳你快说句话呀 不然就把我害惨了 好啊我今天倒要看看被抓走的人是我还是你这个偷了爷爷遗嘱的周氏罪人 你一直说爷爷临终前没有立下遗嘱 所以公司也按照法律顺位继承 那你告诉我保险箱里的这个是谁 你诬陷我 不仅如此我还发现了你挪用公款 叔叔你现在还想报警 疼疼疼疼 你轻点 老鼠头 周琳你 怎么公司里没点我的人 我敢这么莽撞的直接带你过来 现在到底谁是笨蛋 好吧别动我看看 小汤手怎么样 没事 我就是想请求您一件事 我妈说我从小力气太大 不像个女孩子 所以 你想要我帮你瞒着 金秘书 怎么了周总 把这些拿出去扔掉 好 原来公司之前的东西都是林小棠弄坏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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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